大家好,我是过来秀山 这个视频呢,咱们撕盘跟踪 放大摊数,特别练功,太阳能等 买卖点如何转化,节奏如何应对 技术全面解读 仅供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首先呢,我们有必要呢,用一分钟的时间 来去看一下当前的盘面 处于什么阶段 好,那么首先呢,对于我们当前的商量指数 来讲的话呢,它的一个处境 先重点看一分钟和五分钟即可 那么一分钟的一个视角呢 从3496.39 以来,它对应的是 一个一分钟的奔走 中枢,那么奔走中枢 形成过错的话呢,那么当前先看的是 今天这样的回落,这个 奔走中枢会不会跌穿 只要说呢,这个位置不跌穿 那么呢,它回落下来之后呢 依然有机会再向它反弹 就是呢,给出一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这一个视角,就属于呢 观察的一个节点,看到下方的这个一分钟 的奔走中枢,破不破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五分钟 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更加清晰,它是3394点位以来的 五分钟的盘整上涨 中间有一个五分钟中枢 五分钟中枢上延的话呢 是3539,3539,3540 3540,这个区间呢 是它的中枢上延 就是呢,这个位置回落 一分钟,如果说有一个 一分钟的 调整下跌 如果说跌在这个位置呢 始终不破,那撑得住 那么它可能会给出一次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然后呢在线的反弹 到时候看反弹的力度 力度如果是强 那么可以高看一线 力度如果弱弱 那么呢 在做降 整体来讲作为降低仓位 避险的一个处理来应对 好 那么像今天的话呢 对应的像我们的盘面是属于 高开 低走 上冲 下跳 对应的话呢 其实跟谁没有关系呢 跟券商有很大的关系 像今天的券商呢 是属于高开 低走 上 串 下跳 它是属于说消息驱动 好 那么我们这是对盘面基本的态度 那么我们再看方大参数 方大参数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今天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撤 可能昨天呢 还很兴奋了 今天呢 就是一下子变的 哎 不知道怎么办了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当在试盘当中分分析的视角的话呢 则能还是按照一定的原则 分析的视角呢 先大后小 大结构 小细节 然后呢 在交易的视角他们当中呢 要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什么觉悟呢 我当前是该等 还是该守 还是该气 那么呢 是总趋势的仓位应该怎么办 那么浮动仓位应该怎么办 那么这一支个股呢 首先用多周期的角度来讲 月 周 日 强制周期公认 没有改变 就是他今天 就是不管是一个掌停板 还是一个跌停板 他改变不了他当前这样的一个结构 他只是改变当下的强弱而已 所以月开线 MSD 警察 零度上方 周开线 MSD 警察 零度上方 只不过呢 咱们昨天也讲到 这个位置呢 在往上容易出现偏离五菌 这个位置最好是正印证 正印证的话呢 如果说正印证 修复一下 对五周均线的一个偏离 这个位置呢 不一定说出现这样的一个连续性的下跌 这位置他要么是下跌调整 要么是在位置正印下 只要说对五菌的一个修复 对五周均线的一个修复 那么呢 真正稀奇更健康 那么从日记看线的角度来讲 咱们昨天对他世界的 在位置一个小的震荡区间 作为五分钟中枢延伸 或五分钟中枢组件 或五分钟枢延伸 那么我们再来看 日线的一个维度来讲 大的周期 他依然是属于五块二毛三以来 日线级别中枢延伸之后 走出的向上离开段 这个离开段内部 当前是属于离开段内部的 在哪个延伸当中 就是目前为止的 还不能认为他结束 就是还没有在哪个结束的 在哪个更充分的依据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还属于向上的 向上离开段的延伸当中 那么这个延伸当中的话呢 那么咱们来看 前面在这个位置呢 对应的是咱们模型一 什么叫模型一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到 中线牛股的介入节点的 一个直取从技术层面来讲 好 日线级别 这样的一个大的中枢 中枢组建过之后呢 向上拐头 这个拐头的节点的话 同时 例如说MSB 金叉零柔上方 量能有提振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呢 53上升140平均线 就在这个位置 也在7月8号左右 这是一个模型一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是属于 已经突破了前面的高点了 就是他的山上离开段 已经走出来了 但是呢 并未结束 在这过程当中 组建次级别的中枢平台 然后呢 再往上 这个次级别中枢平台的回落 其实对呢 也是小的机会点 那么他的一个经典案例的话呢 例如像太豪科技 包括像时代 像时代性财 其实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型来去跟踪的 那么这个位置呢 一路上 一路上行 当前的话呢 还只是五分钟中枢组建的阶段 就五分钟枢组建的阶段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 小周期来讲 可以把它做给虚拟增浪 增浪过座的话呢 那么只要说他横得住 不出现这种 不怕他震 不怕他洗 只要不出现连续的几列 那么他是改变不了他的一个大结构 大结构呢 月周日强制周期公认 小级别来讲的话呢 这是属于日线向上离开段内部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延伸而已 那么我们再看小级别 小级别的话呢 对应了三十分钟线转上 好 对应的话呢 五分钟角度来讲呢 这个位置 对应了 其实呢 他是可以把它作为这一个五分钟级别的 我们用这个视角来去观察 比如说这是五分钟的线转下 五分钟的线转上 五分钟的线转下 五分钟线转上 当前的位置呢 也是一个五分钟 五分钟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做一比 就是还没这个位置呢 还没有回落到位 回落到位的 那么重点看的是什么呢 重点看的是 例如说前面低点和低点 这个位置 如果说那始终不破前面低点的基点 可以把它作为五分钟中枢的延伸来进行处理 强 依然可以期待什么呢 向上阻离开段 但是呢 这个观察点是什么呢 那么对应了下方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是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测的 那么用刚才讲的咱们自线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我们来看阴阳交替连续 一二三四五六 那么这个六个交易子的话呢 对应了咱们昨天呢 给他讲的用开线语言来看 这是一个单阳不破的走法 这个位置是一个单阳不破的一个做法 那么呢 今天包括下周 那么重点呢 以这一昨天的掌停板阳线尸体作为一个参照点 就是呢 他只要保持这么单阳不破的一个剧情 那么他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只不呢 单阳不破的方式有三类 一类的话呢 例如说在掌停板或者在阳线的 高点以及高点的上方 在这位置整理 这属于偏强的一种方式 那么第二种的话呢 是属于 好 回落 阳线的半分位不破 震荡整理 然后呢 再走强 第三类的话呢 偏弱一点 但是他还是属于多方占优的是什么呢 就属于回落 始终不破阳线的实体的部分 震荡整理 然后呢 再向上 所以说呢 像当前方大台说呢 他的一个坚守的话呢 用开线组合的开线语言来讲 就是昨天掌停板起掌的位置 下方 12元 上方 13块5 对应的话呢 其实就是他小周期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区间 震荡区间的话呢 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回落 上午盘来讲 量能也达到昨天的一半以上 因为呢 还有33分钟 上午才修盘 现在是10点57分 那么结合上午盘的话呢 今天量能是有这样的承接 承接的话呢 就是有资金 离场也有资金 在进接力 所以说呢 对于这支个股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当前一 底仓的部分 认为呢 他的趋势依然可以去坚守 那么浮动仓位的话呢 那么今天的一个回落 那么靠近昨天的这样的一个低点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只要今天不是这种风死跌停的这种剧情 他都是一个可作为浮动仓位低吸的一个视角来去参考 因为对应的话呢 用5分钟中枢角度 用残忍角度5分钟中枢 他的属于5分钟中枢 衍生靠近中枢下沿 作为一个找机会点 这是一个视角 如果用开线组合的角度来讲 那么只要说单阳不破的一个剧情 可以去跟 但是呢 像这样的级点 对应呢 只是要控制好仓位和节奏 不要去堵 好 这是方大摊数 我也说呢 当前大的节奏 确实没坏 小的节奏呢 是属于这个位置震浪 个人认为呢 这个位置震一震 洗一洗 更健康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例如像特变电弓 那么特变电弓呢 这一支个股 他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首先 这一支个股并不是咱们 今天昨天才开始点评 而是呢 在一周之前 就有粉丝多次留言 咱们呢 作为一个经典案例去解读 这一支个股当前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属于昨天涨停 今天呢 高开冲高 冲高的话呢 对应了偏雷武军 偏雷武军不可追 偏雷武军找卖点 偏雷武军防回调 就说呢 今天高开冲高不涨停 对应了就是短线的卖点 短线卖点过之后呢 但是对于 手中前面呢 如果说介入把握他的趋势的 其实这个位置呢 对应了 他的趋势还没有坏 最起码等一个自线的强顶分 之后呢 才做一个小的应对 就是呢 如果说连武军都不破 那么坚守趋势的一个仓位 或者底仓部分呢 可以守一守 那么浮动仓位的话呢 那么今天高开冲高 不能连板 对应了就是一个卖点 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对应了像 石油基本面的支撑 同时的话是属于 像变压器 像光伏 像充电桩方向 也是属于 封口当中 而且这一支个股呢 咱们前面跟中的视角的话呢 当时 有朋友留言的时候 咱们讲到 它是属于 小周期来讲呢 它是属于日线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中枢 中枢回落 走的相当离开段 回落下来 给出日线级别300 300内部的话呢 300上上走的过程当中 比较强 两个三分钟中枢 再向上力度 是比较强 是属于主生阶段的 那么大的左右 又属于突破了 前面历史的那点高点 它又属于大的平台突破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节点 反而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可以去 用趋势的角度去跟 趋势的角度去跟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剧情 仅仅是 天零无君 那么呢 对应了 喜欢习惯性的 掌停板之后 第二天去追高的 粉丝朋友 或者这样的各位的话呢 一定要改变这样的思维 改变这样的一个动作 否则的话呢 你会吃大亏 最好是什么呢 用不然是贴的五军 还是贴的十三年军线 这样的视角的话呢 相对来说要安全一些 好 这特别点工 就是短期的卖点 那么 如果说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这样的走法呢 它还没有 就是它的一个剧情来讲 它并还没 趋势还没有走坏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像太阳能 好 那么像太阳能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像 咱们对它的一个观察视角是什么呢 在它没有突破 收敛三角形 还没有突破之前 就已经非常明确的表达出 对它的一个态度 从主观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是有 就是更倾向于相反突破 那么从客观的一个表达上面来讲 它是一个收敛三角形 不用去堵 它一定会怎么样 但是呢 用更细节的长篇结构来 就看的话呢 这个位置 它是属于30分钟中枢的延伸 而后呢 走的是向上离开段 三分钟做出延伸 做出延伸过 中呢 走的是一个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呢 对应的是期待它向上突破 因为向下有支撑 向上的话呢 这个趋势压 趋势压力线 是主观倾向于能突破 然后客观表达去跟 跟的视角当中 这个位置呢 是形成日线MICT金叉 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位置 现在形成金叉 它对应的是日周月 强势周期公正的前提下 那么呢 又咱们前面讲过的 MICT史战的口诀来看 就是呢 金叉 对应的是将金不金 必有一跌 将死不死 必有一涨 然后呢 空中加油 出涨出跌 金叉公正不恐高 死叉公正莫言侥幸 那么这个界点呢 对应的 它是已经连续 这样的一个六连阳 六连阳 像今天的再进行冲高的话呢 其实对应了 昨天 它是突破前面的高点的 今天的话呢 实际呢 它当时走的是30分钟的 离开段比较强 比较强的话呢 从小周期来讲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相似上已经出现六连阳之后 短阳可能不能去追 那么手中有的 那么对应了 今天再冲高 其实有一定的 对武军的一个偏离 那么呢 短线找卖点 短线找卖点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底仓的部分 其实可以数它的趋势了 因为当时已经形成趋势了 形成趋势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看它回落 回落的话呢 如果是只是过进一分钟 或者五分钟级别的中数 它可能还是向上离开 30分钟 向上离开段的延续当中 如果说呢 调整下来调整深一点 调整了列出的不破 前靠近前高 靠近三连阶线 然后走一个五分钟的 盘整下跌 那么呢 回落下来 也许是这样的话呢 它可能会组建 第二个30分钟数的三连队 三连队组建过之后呢 看看形成过之后 看看会不会给出 第二个30分钟数 而不再向上 这是对它的一个 大势的一个推演 因为呢 从更高的周期来讲 这个位置 就可以把它作为 日线级别的中数组建 日线级别的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的话呢 这个位置只是第一个 30分钟数 向上离开段 延伸 向上离开段 离开段走完 当前还不能视为走完 只不呢 对应的话呢 偏离五军短线的常委 该应对应对 那么呢 回落下来 如果说连五军都不破 然后呢 也没有出现 更深的调整 它还是这个 向上离开段的延续当中 这个位置呢 回落 达到它的机会点 好 这是对于太阳能的一个 基本的态度和跟踪视角 好 那么呢 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而不作为买卖依据 再一次强调 随着就是行情是多变的 市场是无偿的 那么技术视角的话呢 不管是立足于当下 还是有常理角度去推演 那么呢 都是要不断的去跟 不断的去应对 所以说呢 更多的还是希望粉丝朋友 能够学会一个 就是有 能够在 如何去理解市场 如何去跟踪市场 然后呢 如何去应对 有更 就是不断的去下功夫 然后呢 又知道哪个应对 思路比较重要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呢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积极的赞赏 好 再见 再见